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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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生產時可能有一些不順利的地方 第一個就可能是早產或者是缺氧 或者是體重太低這樣 那缺氧有可能是因為期待纏繞 所以有些時候 你如果以後懷孕的時候 你要知道海魚大多數會在什麼時候動 孩子他身上還是有一個規律性的作息 所以有些海魚他如果突然不動 你要很小心 尤其是大概到六七個月以後 因為比較小的時候 雖然他可能會因為騎在旁邊繞來繞去 可是因為他體積很小 所以就繞來繞去還好 但他體積大到一個程度以後 他如果自己繞到他的脖子 他可能就很難懸生 很難轉身把那個期待再繞 再把他繞開來繞鬆這樣 所以我曾經聽過有一些 媽媽懷孕到七個月之後 就發現孩子突然不動了 那就發現說事實上是那個期待繞到脖子 那有一些是很快就去趕快去把他剖腹爆出來 有一些是媽媽一直沒有發現 等到孩子已經死了 才發現說我已經是孩子不動了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孩子的胎位是不正的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臀部的胎位 照理說孩子頭應該在下面這樣增出來 但是他就是胎位是反的 所以就是屁股在下面 經常這樣的他們都是 醫生都會接你就剖腹就好 因為實在太危險了 好 那其他有可能是 那個胎盤過早的玻璃 所以也有一些人他胎盤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胎盤蓋化的現象 蓋化就是硬了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盆地的很好的養分跟氧氣 所以這樣子也會很危險 那還有一種是過早的胎盤就玻璃 所以孩子可能就沒有辦法得到氧氣 好 那當然還有一些是 就是說在孩子出生的過程裡面呢 就是說可能受到推擠啊 所以或者是說不是很順利 所以他在這個產道的中間太長的時間 所以就沒有辦法得到足夠的氧氣 所以會有缺氧的狀況這樣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兒子陽性跟陰性的不相容 如果媽媽是 媽媽是所謂的陰性 然後孩子陽性 因為那這樣子中間就會發生陰陽性不相容 可是在第一胎是沒有問題的 第一胎沒有問題 可是媽媽生完第一胎以後 他本身就會產生抗體 因為媽媽為了對抗 這個胎兒的陽性 然後媽媽會產生抗體 那在這當中可能會損害到第二個孩子 所以經常第二個身材的孩子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 可能就要馬上要壞起來 不然這孩子可能 將來會有一些心智發展的缺陷 那美國有一個醫學中心 他就是專門做這方面的研究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媽媽在生完第一個孩子之後 媽媽趕快 打所謂的一種東西進去 然後就會讓 譬如說施打所謂的 Rogan抗體或打疫苗 來預防RH陰性的媽媽 傷害第二個小孩 所以這些東西都會幫助 第二個孩子以後會比較安全 所以這個也是 所以你們做血液檢查的時候 可能要 尤其是女孩子 可能要知道你是RH陽性還是陰性 那你將來這樣的先生 是陽性還是陰性 這也可能會影響到你將來的小孩 好 所以一般來說 剛生出來可能不覺得 孩子有什麼樣的差異 可是他有長期性的影響的結果 就是說缺氧孩子將來可能智能方面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等等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體重過輕 一般來說 懷孕的第37週到42週生都可以 事實上我們正常的生命的時間 大概是40週 所以有38週OK 42週OK 那我剛才已經講過 孩子大概身高大概是48到53公分 體重大概就是3000多勾克到 4000公克左右 那事實上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比預產期要來的早 那這我教他小孩就是要早產兒 好 那有些早產兒 他可能體重會低於2500公克 那這樣的孩子 他就是體重過低的孩子 好 那當然也有一些孩子 他不是早產兒 他也是逐月出生的 可是他的體重還是過低 體重還是過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好 那我們就要注意 將來他會不會有一些 後癮症會發生 那有可能就是說 他可能生命會變得比較脆弱 或者是腦部會有些損傷 或者將來學習會有問題 不管是社會行為的問題或智力 發展得比較不適 這麼理想等等 就是會有一些後續發展的效力 是我們要注意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在乎 一生出來他的身高體重 爸媽都會說 我沒有十隻手指頭 有沒有十根腳指頭 然後體重怎麼樣 身高怎麼樣 膚色怎麼樣等等 這些都是很基本的一些 我們去看孩子自己健康的 先制標 好 那什麼樣的人會生出低體重 其實面積多對不對 譬如說父母如果是抽菸 喝酒 藥物濫用 或者是營養不良等等等等 這樣 好 那當然還有可能是 媽媽可能有疾病 或者是胎胎的功能不是很理想 或者是多胞胎 多胞胎大部分都會體重比較輕 因為媽媽的死功 大小是有一個限制的 所以他要生兩個到三個 所以生出來可能 有些生六胞胎 每一次生兩個都跟小老鼠 這樣一隻小隻小隻這樣 所以事實上是 好 所以呢 當然低體重將來 有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譬如說可能有一些會死掉的 譬如說如果他定1000公克 他可能就沒辦法存活得很好 可能有一半以下會死掉 但有些可能還會 加上說營養不良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那最重要的是 那個如果早講 他在七個月之前出生 其實最嚴重的是他的呼吸器官 他的呼吸系統不是這麼完整的發育 所以他的肺部的氣泡 還不是長得很好 他的 他那個肺部的一個膜 就是長得很好 所以很有可能他就是呼吸 系統會有問題那樣子 好 那所以早產兒呢 大部分都會附在保衛箱裡面 以前玩的時候還不曉得 早產人要把眼睛蒙起來 後來才發現 因為早產人他在保衛箱裡面 要照那個光 後來發現照那個光 也會影響他的蓄力 所以現在看到很多的早產人 如果是那七個月以前的 或是更小 他都要先把眼睛蒙起來 因為怕那個光會傷在他眼睛 所以你前五年認為說 那父母最好不要去碰小孩 反正有醫生 護士教育就好 但是現在我們會鼓勵父母 最好有時間應該去跟孩子講講話 甚至幫他餵一下東西 餵奶什麼的 很快一點跟孩子建立關係 因為你會發現說 如果父母剛開始比較了解 孩子的習性 將來他在照顧這些 比較難照顧的早產兒子 他們也比較有方法 可能也比較知道怎麼樣去處理 所以也比較容易造成這些孩子 可能會有被虐待的事情發生 雖然不見得所有的早產人 都會受到虐待 可是事實上真的 早產人是比較容易發生 媽媽或者是照顧者 因為不知道怎麼照顧孩子 所以比較沒有耐心 所以可能會產生一些 虐待的事情發生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的講義裡面有這張圖嗎 有這張表嗎 所以看到非常低體重的出身 大概是500公克到750公克左右 那所以從大概從1000公克 到所謂2500公克 那就叫做低出身體重 那平均體重大概要2500到3000 甚至到4500中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體重越低的孩子 他死亡率的比例就越高 所以你就看到體重是一件很重要的指標 好 那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要幫助早產人的父母 早一點認識早產人的特徵是什麼 然後幫助父母能夠知道怎樣照顧他 他會比較舒服 然後你怎麼樣跟他互動 孩子的反應會比較好 你不要好像很粗魯 孩子可能也會被嚇到 像那天我抱那個小嬰兒 因為他在睡覺 那時候我就抱 可能我手是比較冷 我一抱他 他整個身體都全居起來 因為他突然發現 有一個冰冷的東西碰到他這樣 所以其實小孩子 有些孩子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為什麼 我們需要教父母 怎麼樣照顧小嬰兒 後來我們發現說 有一些父母他有及早被教育 所以要照顧小孩 小孩會發育的比較好 應該怎麼樣跟他互動 小孩會比較舒服 就發現說真的 如果有被教育的父母 他將來的小孩 是比較容易追得上一般孩子的發展 所以可見就是說 先天是一個條件 可是如果後天 後天如果有很好的環境給他 其實就算是早嬰兒 他也可以發育的 跟一般小孩差不多 不會有很選殊的差別 好 所以你看早嬰兒 這麼小一點點 你看 臉這麼小一點點 好 那不管怎麼樣 低體重當然不是很理想 所以就發現說低體重事實上 也會有長期的一個效應存在 我們現在不是只有講 生出來的時候怎麼樣 而是會講到 那後來發展的過程裡面 譬如說他到了幼年期 到了兒童期 到了青少年期 有沒有一個長期性的影響 就發現說真的會有 如果他本身出生的時候體重是比較低的 然後將來他的後天的環境 又不是很理想 經常這些孩子可能會有些行為問題 甚至智力會比較低 好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就算是雙胞胎 他們本來出生的體重 本來就是比一般人要來的低 可是只要是有一個好的後天環境 你就會發現說真的 高射精地位的孩子 他這個雙胞胎 他的智商表現其實到了後來 到了六歲的時候 他也就接近一百 一百就是平均數 表示說孩子他在一個好的環境之下成長 他的智商的表現其實是 跟一般孩子差不多的 可是如果他是在一個 比較不好的環境之下發育 你就會發現他的智商真的是比較不好 所以你就知道後天的環境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們剛剛之前講過說 不管怎麼樣有一些雞胎人 或者是一些媽媽本身的一些條件 或是爸爸的一些因素 都會影響K胎的發育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事實上有一個研究發現說 如果在出生的時候 有一些孩子是有比較嚴重的病發生 有一些孩子是比較輕微的 有一些孩子是健康會生出來 就發現說嚴重病發症的孩子 他在社會跟智力的表現 是真的是明顯的不足 所以就告訴我們說 事實上孩子的起步很重要 所以不要輸在起早點上 其實不要是說好像兩三歲 事實上從你懷孕開始 從你出生以後 事實上可能已經就會影響孩子 未來發展的結果 好 那當然出生本身是一個條件 我剛剛也講過後天的環境 社會環境 家庭有沒有支持這個孩子 對 一些教育的策略等等 這些可能都影響孩子的發育 好 所以如果一個孩子先天比較不足 可是後天有一個很好的介入 其實孩子還是可以發育得很好 這個就在不同的研究裡面 都一再一再的證明了 好 那孩子呢 事實上他過去我們都認為他是很脆弱的 好像很無知的 可是現在的研究就發現 其實孩子他是很聰明的 他生完就是有很多能力的 所以事實上不是像過去那樣 覺得很快就會死掉 當然過去是因為醫療的設備不是很良善 所以呢 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之下 很多孩子可能就是因為那樣 所以就很早就過世 可是現在醫療的設施是比較完善 所以孩子出生的死亡率 相對的是挺很多的 謝謝 謝謝